林姿王李龙姬 他是谁啊 我没有见过他 站在前排的 年轻的那个就是他 记住了吗 王爷 李龙姬 人命你 抵法者 必杀 这边差不多了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是 君王爷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先走 我来断后 你相信我吗 那就 报警 为什么 这样看我 君王爷 跟那天晚上 好像不太一样 当晚就算我抗制 也救不了任何人 这就是我们的命 君王爷 上次救了我们姐妹一命 我为什么要多 我应该感谢他才是 对开门冲 好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本王总觉得 可以跟你说说心里话 你饿了 这个能吃吧 我堂堂一个君王爷 竟然要到地里挖红薯 为什么叫你安门啊 但是我的父母 送别人 我接受你的心意 我的心意远不止这些 如果不是因为 我不会犯行相救 如果不是因为 我是不会跟上官网儿 还无助去打交道 就是因为你 我才会如此欠尝寡厉 就是因为你 我的双眼才会离不开你 对不起 我不会把你却进 这种梦定的杀戮之中 可是我却想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你懂得怎么看星星吗 你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教你 那先谢过君王爷了 要做大事 皇后娘娘为什么会跟你 就不能感情女士 是京城外西郊市里头 为什么本王决她呢 莫凡 我们俩好像变得有些身份了 君王爷 从未有过背信弃义吗 请说奴婢是否 我知道你其实 已经不再犧牲了 所以当你本人是有望 免他们一死行吗 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你 多谢君王爷 因为我知道 如果这样我就再留不住 当王爷看到这封信息 先天元年八月三日 太子龙姬及帝位 今日一别 孟凡会在遥远的地方 视为唐玄宗 助王爷大业得逞 珍重 开元盛世 正式拉开尾 这么多年 什么才是 生命中 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 为这最想做的 就是守护着你 当然我没有 所以我不能再失去你 我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痛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 伤害你